大家好 我是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五隊主管霍愛林督察 以下我會為大家簡述一宗在今年7月於屯門區內發生的案件 罪名為促至未滿16歲兒童以製作色情物品 受害人是一名9歲的女童 而被捕的人士是一名14歲的男童 在今年7月初屯門警區接獲一名家長的報案 她發現其9歲女兒的手提電話裡 入數張不雅的自拍照片和影片 警方在調查後發現一名女童被免費的虛擬遊戲裝備所引誘 將這些照片及影片以社交媒體的方式 傳送給一個於網上手機遊戲結識的陌生人 屯門警區非常重視這類拐騙兒童作不雅行為的案件 敬人員深入分析及情報醜集之後 在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的協助下 我們鎖定了一名疑犯 在昨日的下午時分 我們聯同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 在大埔區一個住宅內 拘捕一名14歲的男童 並檢獲一部與案有關的手提電話 案件仍在調查中 警方想趁這個機會呼籲一下 不少涉及兒童色情物品的案件 都是由網絡遊戲開始 這些網絡遊戲 鼓勵玩家之間進行互動 交流打機攻略 以及組隊過板 以贏出一些升級的裝備或武器 很多時候 甚至未成熟的兒童 就會在這些情況之下 激釋到不良的分子 墮入網上的陷阱 作為家長、老師、社工 應該多加留意兒童參與網絡遊戲的情況 提醒他們 切勿胡亂在網絡世界結識、朋友 切勿回應含色情或性意味的對話 切勿於鏡頭前拿路 或者提供自己拿路的相片或影片 切勿接受網友的禮物 或者單獨見面 切勿任意分享個人資料 或者家庭資料 或者提供金錢 如果懷疑涉及刑事成分 應該立即通知大人 並報警求助 此外 家長、老師、社工 也都應該警惕子女或者學生 網絡世界 並不是一個無法妥依的虛擬世界 切勿誤諾法網 根據香港現行法例 大部分在現實世界 已用作防止罪案的法例 亦都適用於網絡世界 而兒童色情相關的罪案 一經定罪 最高可被判處監禁八年 而兒童應該多加警惕提醒 以免誤諾法網 那名受害人及被捕人 在現實世界有沒有見過面 他們是沒有的 以我們的調查所知 好 如果沒有問題 要在今晚的安靜仔報告 接口 多謝大家